怎么看就是这回的蔡政府的这个那个改组 我觉得最大亮点是什么 就是苏珍昌下台了 最大亮点 然后在其次的亮点是什么 就是刚刚那个任俊哥讲的 我觉得我们的议会的前辈 阮昭雄议员 然后像梁文杰议员 能够进到中央来服务大家 我认为这是非常恭喜的事情 但剩下的人 我老实说 要么就是付的转成证的 要么就是跟这个大家网络上图一样 行政院长交接 2019年是这三位 2023年还是这三位 大风吹啊 转个圈圈而已啊 顺时中转了一圈 同样的人啊 没有改变 这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对于这次的内阁改组 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的原因 就是都差不多人在做 那我们唯一真的觉得不满的 我觉得反而是要提出两个人 就是这回的隔魁跟副隔魁 我觉得两个是 我觉得两个是非常有些问题 隔魁副隔魁就是两个头你都抓起来 对 其他人我觉得 为什么再说 但这两个真的很大的问题 隔魁新政院长 没有中心思想 副隔魁 郑文燦 没有学术思想 这两个人硬凑上来的 我觉得对于整个蔡英文 这个执政的团队而言 我认为是不利的 先讲陈建仁好了 陈建仁现在状态 在中原院而言 大家都知道什么状态 留职 停薪 想要当大官 却又舍不得高薪 没有他那种破釜成冲的决心 注定了陈建仁 在这个隔魁的任期之内 不会有重大的改革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他不能留职停薪 他要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但问题是当你这样做完了之后 你是否真的想要做到改革 那种破釜成冲的决心 我们看不到了 我们会认为陈建仁接下来的这段隔魁的时间 可能就是当蔡英文的代理人罢了 传话跟传达小英的意志 为什么这么说 行政院院长现在月行 大家知道多少 32万 还有8万的特别费 所以一个月大概40万 中研院的这个所谓的特别 特病研究员大概49万左右 所以薪水差距不大 差距大的是什么地方 是他们如果行政院长结束完辞职之后 他没有后续领域 但是这个特聘研究员 他都可以做一辈子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他不放弃这个什么特聘研究员的资格 还用留职提薪 就代表了他行政院长结束完之后 他可以继续回去做他的特聘研究员 一个月拿49万 但大家这东西有没有对或错 我认为没有对或错 他各自的考量 可是我们可以拿一个人来做对比 郝伯春 我们讲郝伯春前院长 当时不管大家喜欢他或不喜欢他 郝伯春前院长当时他当了行政院长之后 他做什么事情 他直接退伍 直接放弃他一级上将的资格 他整个放弃他终身奉的东西 一级上将是终身职 终身职对 他整个放弃了 也就是说 他当行政院长的期间之内 当完之后 他就是回归一般老百姓 再也没有任何领域 但是郝伯春前院长 他这样做了 代表他那个时候 他是有心想去做这个事情 希望能够改变很多民众 不喜欢或者是社会需要改变的地方 可曾经人没有 他没有这种破釜沉重的决心 他现在当行政院长 结束完之后 回去继续当他的特聘研究员 请问一下 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或者对于蔡政府 这个内阁该组的期待 有这个期待吗 我觉得民众会有打差距 然后再来 我可以各位讲一下 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 他的意义是什么 他的意义是要鼓励 我们所有台湾的一些 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能够到达诺贝尔 诺贝尔奖等级的学者 他是为了这个目的 而成就了这个 所谓的特聘研究员 所以给他这么高的薪水 但是我们的陈建人 特聘研究员 中间经历过了 陈建人副总统 现在又经历过了 陈建人行政院长 你告诉我 停了又停 停了又停 你是要怎么 怎么来继续你的学业下去 你到底是想 好好做你的学者 还是想好好做 你的行政院长 来让我们全台湾的行政 变得更好 陈建人自己都不是想的答案 要只能挑一个 学术是终身职 不是这样可以让半途而废 走路又走 走路又走 这绝对是不适合的 就陈建人这回很单纯的 如果陈建人这回 他接行政院长 他是放弃的这个特聘研究员 他不回中研院了 之后不管用什么的模式 继续的协助我们国家 未来学术发展 好好的做行政院长 我给你鼓励 我觉得他有这个决心 但从之前一路的传出来 他不接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不是讲就是这个原因吗 就觉得钱不够多 包括陈建人之前 副总统结束完之后 放弃副总统礼遇 那时候大家不是觉得 哇陈建人这好棒啊 为什么 因为他那时候有中研院 只能二条一啊 也是因为中研院的礼遇 比较好啊 所以他放弃副总统礼遇 选择了中研院的待遇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一个非常功利 而且现实的抉择 没有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你当到了行政院院长 我认为你必须要 尤其你的风骨 而且你的宇宙不同的态度 可是大人哥在一般 一般老百姓的心窝当中 我不是因为我跟他 都是天主教徒 他不是讲圣骑士的问题 而是他一般是比较温暖的形象 可是你刚讲的 好像感觉他没有那个温暖的感 所以为什么这个内阁一开始叫 温暖兼毅 那个温暖两个字 温暖两个字 讲好听叫温暖 讲实在点就是什么 就是不会做事啊 就是很温暖 也没有什么改革 好好的把他走完 看蔡英文的任期有多少 可能陈建仁的任期就有多少 现在中研就是如此啊 不过你刚刚先讲到这边 嘉宇 其实我们就那个叫温柔 坚韧不是温暖 温柔温柔 温柔 坚韧 对坚韧 所以呢陈建仁 当然大家刚刚讲他 圣骑士的光环 或是他在学术界有一定的成就 是中研院的特评研究员 这些都是来自于说 他过去所累积的这些点点滴滴 并不是说今天为了当行政院长 或是过去副总统的这些 政治的之力就可以去磨杀的 这是完全两回事 那今天国民党对于陈建仁的批评 就好像书东坡 佛印的故事 再怎么美好的事物 在国民党的眼里都是 看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回归就是说 对陈建仁来讲 他今天最在意的是 他在学术界的这些累积 因为他如果在中研院 他能够继续去继续他的研究 对于台湾 对于世界的贡献可能更大 但是这一年说实话是临危寿命 也就是说今天 国家需要他 拜托陈建仁 能够在这个时候 最后的一年 在这个小英总统任期内 能够去稳定现在的内阁 不仅是延续之前的施政 更是把之前大家所说的战斗内阁 能够用春风话雨的这种精神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说 陈建仁的盛奇事的光辉 还有这种温柔温暖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那至于郑文灿 当然大家知道他在政治上的资历是这样的资深啊 那他在桃园市长任内 大家也知道蓝绿也是一片和谐 所以这两位其实在沟通 或者是在协调这个政务方面 我觉得都一定能够让新内阁 有不一样的气象 OK